无需害羞 你只需记着 咱们已做了服夫之事 以后我便是你的夫君 蓝望姬轻轻握住魏英的双手 认真道 魏英一愣 急忙抽出手 不 大人您误会了 奴只是主君的培应 是来服侍大人的 不是 不是 蓝望姬把她急得不停摆动的双手重新握住 一脸严肃 今主君是不是把你送给我了 魏英心一慌 忙不停点头 那你就是我的人了对不对 你得听我的话是不是 蓝望姬又问 魏英想了一下 才乖乖点头 那你记着 你以后便是我的夫郎 我是你的夫君 我说什么你做什么 不得违抗夫君的命令 明白了吗 不然 蓝望姬停住话 魏英慌得不行 忙小鸡啄米般点头 大 大人 奴会乖乖的 会听话 您别送我回主君那里 好不好 我会考虑 你现在要叫我什么 我不喜欢你称奴 蓝望姬淡淡道 夫 夫君 奴 阿英很乖 阿英还会匹柴烧水 会洗衣服 洗得可好了 阿英会好好服侍您的 好不好 魏英红着眼眶 可怜巴巴恳求道 蓝望姬摸着魏英粗糙的手掌心 又挽起她的袖子 上面都是一道道伤痕 心就交叠 魏英看蓝望姬盯着那些伤疤 不转眼 以为她是闲丑 急忙抽回手放下衣袖遮住 蓝望姬看着自己手中空了 便放下来看着魏英的眼 还疼吗 是何人欺负你 魏英慢慢摇头 蓝望姬看她沉默抗拒 也不再问 而是说道 待会儿有人带你去静视 以后你就住在那里 晚上跟我出去一趟 魏英乖乖点头 蓝望姬又交代几句便去书房礼事了 魏英站在院房门口目送她远去 再回到房间 双眼亮晶晶地四处看 心里不断惊呼 哇 这个好漂亮呀 这个花瓶真好看 咦 还有一只玉狮子 好可爱 她在房里这里看看那里瞧瞧 也没用手去碰 看完了一遍又小心翼翼躺回床上 给自己盖上被子 眼睛弯成了月牙 过了一会儿 她仿佛想到了什么 举起之前被蓝望姬检查的手掀开袖子 把那丑陋的伤口放到鼻尖 轻轻嗅了嗅 不是错觉 有股浅浅的药味 魏英轻轻抚着那伤 按道 大人好温柔啊 跟那个凶凶的家主一点都不一样 阿英以后也有前缘了呢 才不是没人要的昆泽 想着想着 魏英又惊慌地坐起来 难难道 娘亲说阿英要聪明点 要学会讨好自己的前缘 让自己的前缘开心 才能帮到哥哥的 可是阿英忘了 怎么办 大人会不会也嫌弃阿英笨 魏英无意识地咬着自己的拇指指甲 带着无限担忧 魏英迷迷糊糊地沉进了梦想 再醒来已是夕阳邪照 晚霞正装点着天际 魏英一惊立刻爬了起来 才发现自己躺着的床不一样了 手忙脚乱地扒拉着被褥寻找自己的衣物 怎么不见了 明明在这里的 魏英又钻进被窝里认真找了一遍 徒劳无功地钻出来 就被床边站着的蓝忘机吓了一跳 大 大人 你在找什么 蓝忘机低头看着脸上红透 还带着想不通表情的小昆泽问 魏英有些委屈 奴 阿英的衣裳不见了 明明睡前放在被窝里的 没有了 小傻瓜 蓝忘机轻笑 你为何要把衣物放进被窝里 这样冬天穿上就能暖好一阵呢 魏英看蓝忘机不像生气的样子 便鼓起勇气小声告诉他这个小秘密 蓝忘机的笑收了起来 魏英感受到他不高兴就不敢说话了 缩在被窝里也不敢出来 蓝忘机严肃着脸 你又忘了 你该称呼我什么 魏英立刻回到 大 大夫君 夫君 蓝忘机把小昆泽从被窝里捞出来 搂在怀里 魏英不安地动了动 啪一声响 啊 魏英小声惊呼 连忙用手捂住小屁股 大 夫君 啪 又是一声 蓝忘机还住想逃又不敢动的小昆泽 冷淡地问 知错了吗 呜 夫君 阿英知错了 魏英缩在蓝忘机怀里 明明完全没有以前被棍子 鞭子打得那种撕心裂肺的痛 却觉得委屈极了 眼泪立刻飙了出来 蓝忘机一脸严肃 手却轻柔地抹去魏英脸上的泪 映下声音 魏英 你再记不住 夫君还要罚你 明白了吗 嗯嗯 阿英记住了 不要打阿英 魏英脸被蓝忘机俯着不敢动 怕蓝忘机还生气 便急急硬着 乖 你听夫君的话 就不罚你 蓝忘机在魏英额头上轻轻碰了碰 魏英还捂着小屁股的双手 无意识地搅在一起 衣裳以后不要放进被窝里 夫君给你准备了新的 蓝湛说吧 把挂在衣架上的新衣服 取下来递给魏英 魏英犹豫着问 新的给阿英穿吗 对 快穿上别着凉了 蓝湛看魏英拎着新衣服 转来转去地看却不穿 便督促道 真是个容易满足的小昆泽 就是倔了些 不下一下谁都能骗走 蓝忘机心道 蓝丝追刚刚又送来 魏英更详细的情况 蓝忘机看了以后 就知道这小昆泽 已经被调教得有些淤了 不懂反抗 过于胆小 既然如此 只能试着让他明白 就算要听话 也只能听他蓝忘机一个人的 但又不能把人吓坏了 只能用他曾经无意看见 一个父亲教育 不听话儿子的办法 打屁股 还是有用的 蓝忘机按道 魏英穿戴好 跟着蓝忘机出门 又下意识 五了五刚刚被打的地方 心里有些怕 夫君大人怎么能 这样阿英就跟罗小娘一样 不是好昆泽了呀 魏英年幼时 曾贪玩藏在甲山 偷偷看到他的前员父亲 这样不停拍打罗小娘的屁股 打得他哇哇直哭 吓得小魏英赶紧溜去找魏燕里 跟他说父亲要打死罗小娘了 魏燕里文言去了一趟花园 回来却告诉他 那是因为罗小娘是个坏昆泽 才会被打 没多久 罗小娘便被大夫人用板子打死了 理由是不是正经昆泽做派 小魏英知道不正经就是不好的意思 那不就是坏吗 为此他还做了好久的噩梦 可是 夫君又亲了自己的额头 书上说那是前缘独有的表示 真爱自己昆泽的方式 那自己是夫君大人承认的昆泽了吗 阿英 看路 蓝忘机一把接住因为走神 差点摔倒的魏英 有些无奈他的迷糊 魏英赶紧站稳 对着蓝忘机傻笑了一下 又撒娇 蓝忘机没办法 只能牵住小迷糊的手 魏英看着两人五指交握的手 突然鼓起勇气问为了迁就自己放慢脚步的蓝忘机 夫君大人 阿英以后只听你的话 能一直跟在夫君大人身边吗 自然 你是我的主君 不跟着我想跟着谁 蓝忘机毫不迟疑地回答 那 那阿英也有前缘了理 魏英在心里偷乐 属于阿英的前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